大家好 我是戴家大學大眾傳播系四年級的陸生 我叫蔡柏毅 那我今天被找來其實有點驚訝 對 那因為我來開會已經第四年了 然後呢其實這四年對我來講是經歷非常豐富的四年 我今天之前在想要怎麼準備簡報 後來我發現好像沒有辦法準備簡報 對 因為這四年的經歷真的還多 那我現在一部分是在就當學生念書 那另一部分是在就是當自由撰稿人 對 會有在三十雜誌有一個自己的專欄 另外就是在大一開始寫書 在大二出了自己第一本書 對我人生當中影響很大的是在我的大二 我在大二的時候開始接觸到台灣的時候 社會運動 那這一塊對我來講其實是非常 涉獵這一塊其實那個門檻是非常高的 那因為是我在大陸成長的這十幾年以來 就從來沒有接觸過社會運動 那根本沒有想到說 會有很多年輕人可以站出來 為社會發生這件事情 那我剛到台灣的時候認識的年輕人 其實都不太關心外面到底發生什麼 那我那時候有寫一篇文章 那就是講台灣年輕人的現狀 發現我身邊的年輕人除了每天自己念書之外 然後關心的都是什麼娛樂 對然後還有我小確信 這樣很 那等到在一二年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議題對我來講其實是非常舊拉扯的一個議題 因為旺旺的背後的資本其實就是中國資本 那他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做聲音做得非常好 然後回來收購大量的台灣媒體講話語權 那對我來講 那他背後那個中國的意涵就會投射到我身上 那時候開始就是從吳建民老師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開始 就是台灣社會在討論中國因素這個問題 那我自己就會被投射到我自己的身上 就是我也是從中國來的全身 對那所以其實在這個運動當中我也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被針對 對我去現場然後大家就可以開我玩笑說 這個中國人什麼什麼怎麼樣 那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我們其實從小到大受到的教育 都是相對來講比較國族主義傾向的教育 那都是我們要愛國啊然後我們要愛黨啊 然後談到台灣問題的時候都是基調 從小到大基調就是台灣自古是中國 不可分割一部分就這樣的基調 就從來都不會懷疑這句話 對那所以當我到台灣之後 特別是接觸到社會運動的時候 然後這樣的基地印象或者我們受到的意識形態的教育 就會受到非常強大的挑戰 就我在那段時間雖然這社會運動有興趣 但其實還是經常跟身邊這些年輕人吵架 對那後來的狀況就是在學校裡就在淡江 有一個朋友他要成立一個意義心社團 就是我現在在的就是社團叫淡江五五剛社 那淡江其實是從1997年之後就在裡面有意義心社團 對因為淡江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商業化的學校 沒有人文社科學 對沒有法律系啊政治系啊社會系啊 這些一概沒有 就等於是不賺錢的專業就沒有 那其實這樣的就是比較多的是去討論社會問題的社團就很難存在 那我們當初的狀況就是有一個朋友他想成立 他不知道要怎麼成立 就自己印了一大堆名片 然後說他要成立這個社團 那他告訴我有一個老師 然後老師說你這樣不行啊 這個社團就一個人印了一大堆名片上面寫著社長 那很奇怪 然後老師就開始幫他霧色奇怪的人 對然後就找到我 我那時候其實也很驚訝 就是說就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老師會找到我 因為這樣的一個社團他其實是 相對來講是比較具有頻繁性的 那又找到一個中國學生我就覺得 嗯那到底居心何讚 那我後來還是去去到那個地方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那時候正好是反規定壟斷結束之後嘛 那就認識了淡江校內的一票很奇怪的人 對那 我們就成立這個社團 成立這個社團之後大家開始說我們要在學校裡做什麼 那我們覺得說淡江缺少的是能討論問題的地方 於是我們就決定搭建一個議題平台 那我們就在學校裡辦各種各樣的議題演講 比如說像同志議題 核帶議題 土地徵收 死刑存費 還有說就是 也有辦過兩岸的問題 就每個學期辦很多大型的對外活動 那在福茂的期間就是我們一過半了 兩個禮拜半來七場論壇 對 對那感覺很瘋狂 那慢慢就是 抓到那個tempo 就是學校的學生 其實大家不是對這些議題沒有興趣 那只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淡水離台北還蠻遠的 那在1995年捷運開通之前的十年 淡江是沒有鐵路也沒有捷運的 就等於是你要去台北市就只能搭公車 那那段時間其實就是相對封閉的一個狀況 那淡江的社團就變得很興盛 那學校周邊的生活機能也很好 對那段時間的狀況就是淡江可以獨立建國的感覺 就被台北市的狀況的切八段 那這個後來就是被遺傳下來 一直到現在 淡江都是校內的社團非常的豐富 那大家其實也不太願意跑到外面去 雖然通勤的人很多 但是不同勤的人 就還是佔絕大多數這樣 那有了這樣的平台之後呢 就是我們在想就是說 我們還能幹什麼 就是回饋在地這件事情 對我們在開始 就社團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就在做淡水當地的土地徵收議題 那這個議題其實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硬的一個議題 就強度非常的高 那一般的社會運動的議題 它都比較多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街頭的衝撞 或者說是跟 應該說什麼 就應該是比較大的一些活動啊 然後能上版面能看到的一些寫文報導 可是我們做的這個議題是 代海新事證的議題 那那個議題是相對來講 它的強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就非常的看起來很無聊 對 所以我們一天到晚幹的事情就是 桌上有一大堆資料了 要把它看完 看完之後要整理東西 整理好之後呢 就會 就這個團隊裡面都會有人幫他整理好之後 拿去跟公部門開會 然後去爭取環評的 就爭取環評當中 對於相信們比較有力的判決 那 大不可惜的都是在幹教的事情 跟我預想當中的社會運動都差很多啊 我預想當社會 社會運動應該就像我家的那些學生一樣啊 可是 反而是這樣非常無聊的社會運動 讓我才理解到說原來改變世界或者改變社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就它不是說站在街頭上衝過撞過 它社會就改變 那那些在街頭上努力的撐過 如果不回到書面 不回到法案 不回到議事堂裡面去 那它就是一場煙火秀 就過了就沒有了 對 那 那 在這個運動當中 其實我們社會團團隊都成長很多 對 那我們 學會了 怎麼寫公文 然後學會了怎麼去看那些很可怕的報告 然後學會了怎麼去 發現政府部門那些人在打太極 對 那 到後來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就是說 這個案子因為太大 它涉及到是一千五百多公頃的土地 那已經二十五年的遵守時間 而且它的發展非常的糟糕 那 先期開發的四百四十六公頃的土地裡面 就 五成的土地被開發 還有五成的土地是全部荒廢的 那 建好的房子裡面有七成也相當賣出去 對 所以後來李鴻淵任內的時候 就把這個案子擋下來了 對 那現在是在晚評第二階段 那算是一個還 比較好的結果 就它應該不會再被開發 對 傾向於是回去檢討已經開發的部分 那 就對我來講 其實很多人 我去到運動現場 大家雖然都認識我 可是還是會有覺得 欸 你跟中國先生來幹嘛 對 結果我其實常常也會有那個身份錯置的感覺 就是說 我出現在這裡是不是有點奇怪 對 那 嗯 這問題其實一直困擾我 其實現在我有時候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特別這樣在福茂的時候 我去到現場 我又會有這樣的奇怪的感覺 就是 福茂現場很 很 它有分 立法院周邊 那個 喜南路是喜南路的調性 它是NGO的調性 然後青島東是青島東的調性 就是比較多學生在那邊 然後中山南又是另外一種調性 去國的人應該就知道 就是 公同盟比較多的都在 都在喜南路那邊 然後公同盟前面的東西就會比較多的是 中國豬 然後中國人滾回去 這樣 我看到就會覺得有點難過 對 那 所以 對於我來講 就在台灣的生活運動當中 這個圈這裡是 奢份拉扯非常 非常非常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 反而是這樣的辛苦 讓我漸漸的去 回溯到我之前受到的教育 到底是怎樣的教育 對 那我之前所受到的那些 所謂的灌束 和我知道的歷史 它到底跟真實的事情 或者是跟別人的看法 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就會去想這些問題 那也漸漸的就是 就是 就也治好了我國族主義的餅 應該是這樣講的 因為其實在 2010年的時候 大陸發生了很多的那個 反日遊行 所謂的反日遊行 就是那時候 就中日關係不太好 然後 很多城市就爆發那個 反日貨遊行 很誇張 就是 還去砸那種 未千拉米的店啊 然後 還去砸什麼 SONY的店啊 結果那時候就有人 在網上說這些人很蠢 說我們要抵制熱活 應該從抵制蠢活開始 對 因為你去砸那些店 都是中國人開的店啊 然後等於是 日本不費 一槍一炮 然後影響到你中國經濟發展 對 那我那時候其實還不太理解 就這些 反對 反日遊行的人 是什麼樣的想法 可是後來 當我慢慢走出那個 所謂的 國族主義情緒的那個東西之後 我才漸漸理解到 原來 很多 就是這樣非常 莫名其妙的情緒 其實就只是 可能通知者為了維持它 真的穩定 然後才要這樣做 才要這樣告訴你 才要讓你相信這件事情 對 那對我來講 其實 在台灣的這幾年 讓學會最 對我來講 影響最深的一件事情 應該就是說 要學會跟你立場 和意識形態不同的人 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 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使用Facebook的時候 我容易刻意的壓制自己 想要刪掉別人的這件事情 雖然有的人在眼淚我非常不喜歡 不管他是非常的 右還是非常的左 或者非常的藍 或者非常的綠 或者非常的挺中共 那我都會 非常想刪他的時候 我就 給自己十秒鐘的時間 然後讓自己不要把它刪掉 因為當你刪掉 有一個跟你一間不一樣的人的時候 你就等於是 怪上了一扇窗 你就永遠不會知道 跟你想法不一樣的 他們都在想什麼 漸漸的你的頭溫層 就會越來越高 你就會發現 你的臉書上的人 好像跟我想都一樣耶 好像你覺得 這個時間後的人 非常都一樣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對 所以 嗯 因為時間有點短 那我大概又講到這裡吧 然後那句話 就 因為很重要 所以再講一遍 就是要學會和 跟自己立場不一樣的人 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 謝謝